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那么本期视频的主题其实就是 你应该说这一把 这一期的视频其实是一个小小小的 就是疑难解答 可以这么说吧 因为今天我很多很多很多把视频 就是为大家解答三国沙里面一些 也不能说隐藏的bug 只能说带大家揭秘一些 有一些就是说 三国沙主创人员 在创作一些技能时候留下来的坑 他们没有填 然后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 我们今天给大家解答一下 那么首先今天视频肯定会特别特别的短 但是今天视频的内容呢 肯定就是至少是老玩家的话 可能大家都会明白今天视频内容 如果是新玩家的话可以过来看一下 那么这些视频都是我跟彩虹折腾了 一早上才完成的 反正我个人就觉得比较 怎么说就是 比较比较的 难搞吧 我只能这么讲 因为你要模拟那个场景的出现 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挺烦的 首先要讲一讲就是 马良这个武将在各大场合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首先给大家解答一下 第一个就是马良跟徐胜的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讲就是 马良他被徐胜破均之后 他的手牌被移出去之后 是否是可以再移回来的 在这个问题我跟彩虹测试之前 他跟我说他在玩手杀的时候 徐胜把马良的破均 把马良的手牌破均移出 移出他的手牌 之后他的回合结束 就是马良扣写之后 他的牌是可以再移回来的 因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所以说我在online上面做了一下介绍 测试不是介绍 但是果然是跟他想跟他说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直接就丢掉了 他当时跟我说的是在手杀上面就是 他破均杀马良 把牌移出 移出 移在武将牌边上 然后完了之后 牌会回到他手里 但是实测的话 其实是会自输扔掉的 这里两下我们应该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第三下也有 就直接就是 不管怎么样 都是移出 移出 移出你的手牌 然后再 不会再加入你的手牌里面的 因为一切还是以 马良的自输为先的 那么第二个的话 就是马良跟董白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话 上次知青南密有问过 那么这边就直接就是 直接就测试了一下 先不用管他 先不用管他 那个李人珠到底给你是什么花色 不管是黑色还是红色 只要他给你的牌出现了字书两个字 你就一定会丢掉 应该是这样子的 你看 然后我们测试一下 红色的牌 还是一样的结果 不管是黑色还是红色 他只要拿到董白的牌之后 他就立马会丢掉 无视董白的连珠 接下来就是关于一些 关于细致材的一些问题 首先就是 细致材 他跟 蔡文姬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之前没有太在意过 但是后来有实测 有两把视频 一把视细致材先辅孙策 然后 如果说细致材杀了蔡文姬断肠之后 孙策 杀 孙策 吃桃 细致材是否会跟着回血 那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测试 首先你要做到的是让细致材断肠 就是让细致材本人去收掉蔡文姬 先杀一刀孙策 让他把先辅的标记露出来 这把视频好像是 好像是反过来的 因为我两个都测试了 我是先测试的 孙策杀蔡文姬之后 细致材和孙策 是否能依旧捆绑在先辅的 这个标志上面 你看现在孙策是断肠状态 那么他磕逃之后 我们依旧是可以回血的 虽然他断肠了 但是先辅的话 其实是无视对面是否断肠 这个问题的 因为先辅他只是一个标记罢了 不管对面你先辅的角色 是否是断肠 先辅依旧都会存在 这点你需要搞清楚 看一下我们 我们杀他 我们自己还是要扣血的 好 这个是对于孙策断肠的一个测验 其实这个测试 其实不用做 大家应该都知道 其实是有效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细致材本人断肠之后 是否可以继续先辅 和先辅的角色捆绑在一起 在红尖 好 注意一下我们这边是 铁锁连环连了蔡文姬 先去雷杀他一下 然后我们断肠了 断肠了之后 首先我们断肠失去技能之后 然后吕布扣写之后 我们也跟着扣写了 好 注意这边吕布决斗我们之后 给我们打了个桃子 然后因为我想他再试一下 他回血我们是否也会跟着回血 所以我这边就直接过了 不对 杀了他一刀 我杀了他一刀 然后我也跟着扣写了 然后这边曹瑞救了我一下 这边可以看到 就算是细致财本人断肠失去了技能 但是跟捆绑的先辅的目标 没有任何的关系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就是说 阻止依旧是可以 他扣写你扣写 他回血你回血 所以说这个点是 你非常非常需要关注的一个点 就是细致财他先辅 先辅的只是一个标记而已 不管你们先辅的对象和被先辅的对象 被先辅的对象和你先辅本人 有没有断肠都无视 无视于他 就是无视他这个断肠这个 这个这个技能的设定 我们都是可以被捆绑在一起的 始终捆绑在一起 那我们这边又继续测试了一下 被禅院之后 继续制裁是否可以发动 那个先辅跟先辅的人一起回血和扣血 这边辅的是伏国泰 好伏国泰被禅院 因为禅院的话他要一血才能发动 所以我们这边两血的话 其实是可以发动的 没有什么问题 主要就是看一下一血 现在继续裁也禅院了 这个时候因为 注意一下吴国泰他本人 吴国泰他本人是被禅院的时候 就是他是杀 那个叫鱼籍杀他的时候 他是零血 所以说吴国泰是可以发动补义的 因为他是零血 他死的时候是零血 所以他可以发动补义 那么他补义之后 变成了一血 那么这个时候继续裁也变成了一血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说是一血的细致才 他是可以 就是说就算是 就算是对面是一血 因为你看了一下 吴国泰当时是一血了嘛 对不对 他补义自己 没有补义成功 他自己给自己打了个 不对 彩虹给我打了个桃 当时吴国泰是一血 他是一血被禅院的状态 那么继续裁也跟着扣了一血 所以说禅院的话 禅院跟那个叫 断场两个技能都无法阻止 细致才本身 先辅的目标 先辅目标的回血跟扣血 所以说这点 希望大家能了解一下 好来看一下张春华 这个技能的介绍 这把其实讲的是 张春华跟堪泽 这个技能的一些 一些就是说克制和配合 堪泽的话 他下书是 当你扣到 当你受到两点几以上伤害的时候 就是防止该伤害 对不对 然后跳过下个回合的摸牌阶段 好宽视自己 九杀直接绝情 这一点的话 其实同路纪 路纪跟堪泽在张春华面前 都是无效的 这里再讲一下董白的一个 一个技能 董白这里 要讲一下董白跟刘备 以及中瑶的一个配合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董白技能 连珠的介绍 输牌这段限一次 呃 那个 不是连珠 是结会 其 其他角色获得你的手牌 黑色牌是 其不能使用打出气质 这些牌 直到其体力值减少为止 他是不能打出气质和使用 然后刘备的话 一个仁德是交给其他角色 然后中瑶的活墨是 视为使用 一个是不能打出 但是中瑶是使用 注意一下 使用跟打出的规则是 假设一个 假设一个例子吧 曹操开南蛮 那么中瑶就不能活墨杀 但是如果曹操这张南蛮 让中瑶阵亡 就是进入了冰死状态 他可以活墨 视为使用陶 或者酒 使自己脱离冰死 但是他不能视为使用杀 因为他不是 他不是 他就是不可以打出牌 他是视为使用一张基本牌 所以说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董白 连珠跟中瑶的那个活墨 以及跟刘备的人德的介绍 好 注意一下董白这里 连珠给了我们刘备一张草花的八 好 这里人德 人德给中瑶 注意一下 其实你就算那张牌 我们不能用 但是我们可以给出去 但是我们 我们把那张 这里问题又来了 我们把那张草花八 给中瑶之后 中瑶是否能使用 答案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首先 首先 我的大号 给了给了彩虹 一张 一张 雌雄双骨剑 你看 董白展示手牌 雌雄双骨剑 黑桃 雌雄双骨剑 然后 他杀董白的时候 董白将雌雄双骨剑 置于排队顶 视为使用一张闪 所以说 黑色的牌 在他手里 就算是结会 他也是可以用的 好 注意一下 刚才这里 中瑶使用了 我们刚才给他那张 草花 草花八的纱 也就是事实证明了 董白连珠给我们的牌 我们虽然不能用 但是我们给出去之后 中瑶就可以用了 还是需要 这里需要注意一个 打出和使用 视为使用一个 这个道理 打出 打出和视为使用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边还有下一把的录像 这边是姜维跟那个 马超的一个技能测试 就是剑马超杀兵死 就是一写的姜维的时候 姜维是否可以发动逢量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答案是可以的 因为注意一下 马超铁技的技能描述 当你使用杀指定目标后 你可令其本回合 非锁定技失效 然后你进行判定 除非其气质一张 与结果花色相同的牌 否则不能使用杀 后面的我们先不管 它是令其本回合 非锁定技失效 但是这里 逢量是一个觉醒技 所以说它这边的 非锁定技也 非锁定技只是指普通的 一般技能是不能使用的 但是逢量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追忆就不能用了 还有就是 那个 对就追忆 没有别的了 好 好 这边应该也能看得清楚了 好 这边再来讲一下曹植的这个问题 曹植其实跟二张这个问题 我不想多讲 因为我相信老玩家都已经知道 因为在上一次改版之后 二张就已经改过了一次技能 但是在这一次 这一次就是说 我还是把它拿出来说的原因 就是因为很多玩家其实还是不知道的 再来看一下 这边是曹植的主视角 我们先不管曹植弃了什么 我们主要是看元素弃了什么 注意一下 如果元素本回合 比如说假设 它被勒布斯鼠判定中了 它本回合一张牌都没有用 它勇斯摸了很多牌 对不对 一张牌都没有用 它是先弃勇斯的牌 因为它弃制X张牌 是先弃制X张牌 X为视力数 场上是三个视力 所以说它先弃制三张牌 那么在它先弃制的这三张牌中 并不会问二张拿不拿 反而是先问曹植拿不拿 那么曹植拿了 因为我这里想测试一下曹植和二张的效果 所以说它这里明着是弃了两张草花 一张草花草花的普通沙 一张草花的雷沙 还有一张火沙 但我这里主持者玩家 我自个儿就拿了一张草花 但是你注意到没有 我拿完一张草花之后 按道理来说还剩两张牌 一张草花勾的沙 还有一张方块四的火沙 对不对 这里二张应该有固阵 但是它却没有固阵 反而是等到了元素的第二轮 第二轮气牌 气完之后 才跟刚才的牌一起 选择发动一下固阵 注意一下这里 雍四的描述 先气质X张牌 也就是说你在手牌数 多得不行的时候 已经一出道不行的时候 是先气质你的场上势力数的牌 然后如果你气质完场上势力数的牌 你的手牌数仍然大于你的体力值 那么再气质 气质胜手牌数 跟体力值相等的牌 就是把手牌等同于体力 跟一般人进入气牌阶段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里总共分为两个回合 第一个阶段 气X张牌 为场上势力数的牌的时候 曹植先拿 拿完之后 那些牌 还在气牌队里留着 然后他气第二阶段 再气 再气质胜 体力上限的牌的时候 曹植再拿 如果说他连气了两个阶段 两个阶段都有草花 那么曹植可以连拿两次 拿完两次之后 才是二张 二张是最后 等曹植两个阶段 全部拿完之后 二张才把接下来 里面没有梅花 或者说曹植不要的花色的牌 他才会去选择去固阵 我知道我这里说的 肯定有点不太懂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轮 好 这里再注意一下 元素开始了 好 首先他气了三张 两张草花 一张五股风灯 注意一下我们这边 他系统提示 我们这边先发动落音 好 我们把两张草花拿到手里 这个时候还剩一张 红桃三的五股风灯 对不对 在气牌队里面 然后紧接着元素 进行了第二次气牌 但是这次运气他不好 他第二次没有留草花 我让他留他忘了 所以说他这次没有草花 我们看不到草植能不能拿了 我们先不管 反正你要知道 二张是连同刚才的五股风灯一起拿的 这一轮看不到没关系 我们再看一轮 第三轮就有了 好 这里再注意一下 元素又开始了 注意一下 首先元素气了三张 里面有一张草花 我们落音把它拿回来 那么此刻 场上气牌队里还剩下一张 红桃二的闪 和一张红桃K的找黄飞电 好 元素进行了第二轮的气牌 第二次气牌之后 依旧系统提示我们先落音 那么我们先拿这张冰凉寸段 然后我们都 等两个阶段 我们草花牌都拿光光之后 接下来系统才会提示 二张开始固阵 那么二张把剩下五张 没有剩下四张 没有草花的牌 然后再元素你一张 他三张拿回来 这一点的话 其实很久很久很久之前的改动了 但是仍然有些玩家搞不清楚 也就是说 无论在什么场合 只要有元素的时候 并且他元素的手牌 多到一出用不掉的时候 永远都是元素先气一轮 先气一轮 然后曹植先拿 拿完之后剩下的牌 人就放在气牌堆里面 然后接着元素气第二轮 气第二轮之后 依旧是曹植先拿 曹植拿完之后 然后紧接着两张才连同 曹植第一轮和第二轮 他拿不到的那些牌 在进行固阵 这么说你们应该明白了吧 好紧接着再看一把 最后一把录像 这把录像其实也是争议蛮大的一把录像 因为这一把是关于 背迷糊 被翻面是否 我依旧能发动纵魂的一个一个测试 因为上次之星 难命他一他就是说以非要就是说也不是酸牛角尖 可能就是对这方面比较的比较的就是说比较的在意 所以他想测试出来到底是为什么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但是我就是想我就是想说这个这个就是说不能说bug吧 这个描述确实是存在错误的 我觉得 你看一下 首先这边我自己的队友 我自己的想号杀了一下彩虹 彩虹放逐放我们 此刻场上的人数你注意一下 被被纵魁的人只有真击 那么接下来有个借下侯顿和一个曹丕 两个人可以选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好首先 我们在处于翻面状态的时候 注意一下纵魁的描述 回合开始时你可以选择一名没有魁标记的其他角色 另其获得一枚魁标记 每轮游戏开始时 体积值最少且没有魁标记的一名角色 可以让他获得一名 也获得一个魁标记 好首先这里系统歧视我们是否使用纵魁 但是明明我们这个回合明明没有开始 因为我们被翻面了等于是失去了一个回合 这里我们就要看这里我们就要引用一下彩虹给我发的一个 一个消息 这里有他这里有跟我讲过 看一下这边 回合开始阶段 他这里把各种技能都写出来了 回合开始阶段陈琳的笔伐 准备阶段有落神 各种觉醒剂 然后浮眠 判定阶段 闪电 乐 神速一 然后摸牌阶段 裸一 英姿 突袭 出牌阶段 各种技能 乐生肖跳过 气牌阶段 克己聚首 结束阶段 毕业 禁阱禁区 也就是说我们 我们的这个被翻面的话 其实并不存在 并不存在什么阶段 因为没有阶段 我们等于就失去了一个回合 只是翻面翻回来而已 但这边系统描述居然让我们 居然问我们是否使用纵魁 好 我们这边先标了一个阶下后蹲 然后紧接着由于曹P是场上体力值最少的一名角色 所以说系统自动帮我们标 标上了他 他的傀儡标记 因为每轮游戏开始的时候嘛 体力值最少且没有傀儡标记的 明星他觉得获得一个傀儡标记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曹P是一号位 他动的话也就意味着这一轮 这个新的一轮开始了 所以说第二轮描述 我们可以标记他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第一轮的话 我们明明没有回合开始阶段 但是我们依旧可以选择一名 没有傀儡标记的其他角色 然后把他也标记上 这个问题的话 我就觉得就存在争议了 好 今天这些就是我今天想主要讲的一些 一些一些内容 其他的话就是 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 这边彩虹给我发了个消息 我来看一下 他跟我说 给我截个图 马良懂白丢牌的解释原因 然后这边有写 置入气牌堆不等于气牌 和二张将装备置入装备区 是一个概念 将牌置入一个区 不属于使用打出和气质 所以说懂白 马良懂白丢牌的原因在这里 这里他给我发来了网友的一个回复 置入气牌堆不等于气牌 然后跟二张将装备置入装备区 是一个概念 将牌 进入了一个区域 不属于使用 打出和气质其中的一种 所以说 马良跟董白丢牌的原因在这里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希望如果 就是说大家以后 在三国沙里面 遇到一些难解的问题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会尽量的跟我的朋友彩虹研究一下 然后讨论出一个 就是说比较合理的解释 或者说做一个解释的视频 像今天一样 给大家推翻 或者说给大家解答一下疑难吧 可能我今天讲的也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 主要的一些问题 我集中都拎出来讲了 今天还看到知青男蜜 他有一个 有一个视频里面讲 就是张奇音 他可以 他可以在小乔 没有断肠 也没有 呃 一血缠缘的情况下 依旧可以改 改掉小乔 小乔的闪电牌 让他中闪电 这个的话 由于我没有张奇音 所以这个我不能给大家测试 什么时候如果我拿到了张奇音的话 我再给大家做一下这个武将的测试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先把视频删了吧 不然下次又要重新做 拜拜 拜拜